今天為大家自駕車請 今天為大家自駕車請 我現在人是在日本九州的歐洲 我光那個排氣回家 不要這個高低差也差太多了 大家看 來囉 對對可以可以 好停 停 慢慢加油 哇看到一隻手了 就是那隻手 竟然之手 欸 裡面有個東西欸 很認真喔 對啊認真滑走 你幹嘛 幹嘛 抽個籤吧 抽籤 來 你也只是想到吃 你不然人生吃就最幸福啊 幹嘛啊 這車 我們明天不是要試車嗎 對啊 我們現在先決定一下明天要去哪裡 地點喔 對這邊有大概六七個地點 有遠的有近的 但最近到哪裡 近的可能只有陽明山吧 那最遠不到墾丁吧 欸 欸 我不知道 最高的應該是最高的我在猜 給我一個 什麼 這裡 應該是最高的 你給我 最簡單的 最高陽明山 這什麼東西啊 巨人之手 哇 太快一隻手了 這哪裡啊 Google你就知道了 我 我Google 你真的天真以為會有陽明山嗎 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The next day 哈囉 早安 早安 今天吃很多蛋喔 還好才三顆而已耶 我平常吃五顆 因為我有捨備一下 這個巨人之手啊 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 這個路超級坎坷的 比我們去的司馬庫斯還要誇張 所以如果萬一今天那個山區下雨 我們就GG了 真的會比較危險一點 那我們今天要開什麼車去啊 你們這運動很搞神秘耶 什麼車 這一台 這一台是不是 四輪傳動的嗎 對啊 當然啦皮卡 開什麼玩笑 還可以去溯西耶 開這台今天就沒問題 當然 因為我有看過那個 有人去巨人之手啊 說那個高低落差很大 所以盡量要小心 然後房車千萬不要上去 好 來吧 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那台 不是喔 是後面這一台 我怎麼看錯 那是X1還X3啊 X1啊 這個車格就是X1啊 基本上呢 X1不是謙虛的嗎 阿赫 阿赫 來囉 對對可以可以 好停 停 幫你加油 真的為什麼要準備這台車 就是要無理的 沒理由就對了 沒理由 VITARA都可以開去司馬屠士了 這個應該小意思 好啦好啦好啦 人生總是有不同的挑戰 先讓我吃 把它吃完好了 好累 哎呀 握到這個方向盤 真的很有熟悉感 其實開起來的感覺真的 還有包括裡面所有的這個介面啊 像我之前開的那個X3 那它其實有兩個車款 一個是18i 然後我們開的是220i 所以是搭載2.0的引擎 那18i的話 就是1.5三缸的引擎 我先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它的配備 有些地方我覺得還蠻喜歡的 第一個 就是在我眼前的 為什麼它有抬頭顯示器 而且不用選喔 是標配 為什麼X6上面還要選配 我車上沒有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好 然後它也給你了 10.25吋的觸控螢幕 這個觸控螢幕 它也有這個iDrive的系統 可以搭配 而且呢 無線的Apple CarPlay 雖然它沒有Qi的無線充電板 可是它提供給你無線的Apple CarPlay 我覺得這個就還蠻棒的 我覺得你有這個無線Apple CarPlay 你用過之後真的就回不去了 可是如果說不太習慣用Google導航的話 其實在BMW的原廠提供的衛星導航的地圖 我覺得它可以說是在 我看過幾個豪華品牌的圖子裡面是最豐富的 包括它有大樓啊什麼 它就畫的就是好像是你肉眼看到的 那有一個品牌呢 我覺得它原廠的圖子真的很Lonely 另外雖然X1啊 它是屬於車格比較小的設定 可是呢它車內一樣有氛圍燈 它有六種的氛圍燈 依照你的心情 然後你可以來做一個調配 像我們現在好像是藍色還是綠色 如果你比較喜歡熱血 你可以變成紅色或者是橘色都可以 它的配備上面啊 18i跟20i幾乎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我有稍微比較了一下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的預算夠的話 其實我覺得可以選擇 20i這個209萬的 但是現在我在猜啦 因為加上比如說近賽月啦 還有它的促銷 因為我發現現在其實雙幣的促銷 力道都還滿大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真的也有藍白標 的夢的話 這個時候其實去可以去試駕 然後呢你可以跟業代去談一下 就說這個價錢 也許我覺得有可能 有機會在200萬以內 你就可以入手一台 試休旅車 車空間也夠大 然後呢 如果你在意說有沒有ACC的話 有一些人是說 你可以到外面找一些人 幫你做一些特別的服務 這個我是不知道 但是你們可以去捨備一下 可是它有這個車道偏離的警示 它的警示就是呢 比如說我現在稍微偏離一下下 它的方向盤會有一個抖動感 讓你知道說你的車道已經偏離了 它其實也有現在時下一定必備的 有一些車可能還沒有 就是自動煞停AEB 針對行人 針對車輛 當遇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沒有去煞車的話 它就會自動的幫你煞停 然後還有當你開比較遠的路程的時候 你的精神不是太好的時候呢 它會警示你告訴你說你要稍微休息一下 有這個所謂的疲勞駕駛的警示 再加上其實像我最近有個朋友 他是在主科工作 那他就買了BMW的X1 他說男生其實心裡會有一個藍白標的夢 那他覺得說以他的經濟狀況來說 那他想要圓他的夢 他的收入他養家 然後他又想養一台車 可是他又想圓夢 他就選了BMW X1 那也許有些配備不是太多 可是他覺得那個開起來的感覺就是他要的 人生的考驗正要開始 其實我們剛才開了大概兩個小時又15分鐘左右 現在差剩14分鐘 這是Google顯示的喔 你們看喔 在Google導航的地圖是 要我們往右手邊走 有沒有看到前面的路 分成兩條路 一個右邊 一個左邊 但是Google呢 卻要引領我們呢 去一個不對的道路上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下車看一下 Google是說啊 要往這裡走對不對 但是呢 不知道哪個好心人啊 這邊寫一個巨人之手 其實是要往這邊 我們要相信他 所以應該是要往左邊走上去 這就是來巨人之手的攻略 請大家記得 在這個岔路的時候 千萬不要走右邊喔 要走左手邊 這個地方就是關鍵 好 上車 好 上車 不過因為原廠配了這個是 施壓迅寶財 所以其實它的彈跳感 也會比較明顯一點 雷達一直不斷的在叫 因為兩旁的 他感應到兩旁有很多的雜草 真的 坐碰碰車 這真的比斯馬庫斯的路還爛 天啊 前面那個路 下次看一下看一下 哇塞 這個 等一下這個高低差也塌太多了吧 大家看 我覺得可能我們要從另外一邊做 你就從這裡 對 從這邊因為這邊高低差太大 我們可能就是先從一個輪上去 然後這邊抓地之後慢慢這樣子打 這樣比較有機會 那如果把這邊填起來咧 我想這顆大石頭有可能等一下我們放這邊 喔也有可能 大石頭我們放在這裡 抓地力抓完之後 我們再把這個大石頭放到那邊 抓一個抓一個就直接上去 你在這邊最好平步 然後1 2 3 來 那這個木頭小心 過來一點 那過來一點 好 好 那你 那你 這樣子呢 因為這樣就平 好 先試一段 先試看一看 Round 1 機車輕而易舉啊 哇 直接上去了 現在可以換成兩輪嗎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樣講 打正 打正 來 正 來 可以可以 好 來 打正 打正嗎 對 打正 往前可以可以 對 往前往前 會不會撞大 好 上去 往左 喔 往左 對 好 走 踩到底 好 對對 可以可以 好 停 來囉 成功了 哇 成功了 漂亮喔 漂亮喔 太強了 YA X1好厲害喔 天啊 直接把它當成四輪驅動 所以其實要善用 真的周圍所有東西 真的是剛剛拍臉想說完了 要進去的 嗚呼 太棒了 你以為是有這一關嗎 蛤 你以為是有這一關 什麼意思 你看前面又是有鋪裝的啊 有鋪裝的路啊 喔 又到了 要拯救去人真的有點難 Round 2 靠邊邊是嗎 加油喔 X1 我們會小心的對待你 哈哈 快 加油 可以嗎 可以 有位 直走嗎 直走 對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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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YA 太棒了 這個路 哪里 哪里 這個路真的是 辛苦你來X1 真的是 你問一下上去還很遠嗎 還有一段 差不多快 十分鐘走路 十分鐘 十分鐘喔 十分鐘喔 你們已經去過了喔 對 要不要再去看一次 哈哈哈哈 我們可以載你們上去喔 沒有 沒關係 好 拜拜 哇 看到一隻手了 就是那一隻手 竟然隻手 哇 到了 好不好 哈囉 巨人 我來搶救你了 我剛剛應該有握到他的手 雖然他的手比我還大非常的多 然後我們終於到了 在台中 據說呢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裝置藝術呢 就是當初他們在開墾這塊土地的時候 就有工人 因為就是 在工程的過程當中 就意外 所以呢 他們為了要紀念 這個就是意外的工人 所以呢 就做了這樣子 就是一個巨人 然後所以變成很多人來這邊 就是 打卡啦 然後甚至於來看一下 隱藏在深山裡面的這個奇觀 然後我們 其實把車 今天開了這個X1上來啊 其實我覺得是有一點點驚險 但是 不可能 你每天都可能往山上跑 比如說每天都來巨人之手 或每天去司馬庫斯嘛 所以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在用車的時候 可能都是在都市 或者是你通勤的時候使用 所以我覺得X1是還滿適合的 然後 從這邊其實看到它的外觀上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它也有很多新世代的一個設計語彙 像包括了 它的水箱護照 反正現在呢 大家只要看到水箱護照這樣連在一起的 它的雙腎是連在一塊的 就表示是新世代的設計 然後這個X1呢 它雖然是比較入門的 BMW的休旅車 可是 它還是有主動進氣調節的功能 然後再來就是像它的頭燈跟尾燈 全部都採用了LED的 但是呢 它在頭燈的部分也跟其他車系不太一樣 它是屬於這種類六角形的 然後四環式的一個設計 跟以前原型的那種Android Eye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還滿建議大家 因為它雖然是標準配備LED的頭燈 可是它其實是可以選配多光束的頭燈 三萬二選配 我覺得這個可以選 如果你要是買X1的話 我覺得可以選 那當然你喜歡更帥氣一點的外觀 你也可以加選這個X-Line的套件 大家可以看到其他的汽車媒體 他們試駕的都是有加上X-Line套件的 可是因為另外要加選這個配備 可是我覺得原本它給你素素的感覺 我就覺得還滿好看的 所以現在我要先來拍個照 好 我們來看一下X1的空間 它全車系不論是E8i或者是20i 都有附竹梯式的提桿尾門 我覺得這還不錯耶 即使是入門的休旅車來說的話 然後打開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後面的行李箱的空間 如果第二排座椅還沒有傾倒的時候呢 有505公升 所以其實它表現得還不錯 但新世代的Q3 好像就稍微比它大一點點 但是比較奇怪的是 我幫它特別有比較過 如果第二排座椅整個傾倒的話 反而是X1的空間比較大 它有達到1550公升 比新世代的Q3還要再大 但是它只比X3再少50公升而已 所以表示說你真的 我們通常第二排傾倒的狀況 也不是太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選擇像X1 因為它的價格上面 以現在來說 如果你現在入竹的話 是2020年式的話 你可以用20i 本來是209萬對不對 你可以用18i的價錢 185萬就可以有20i 這是真的 如果你媽咪到展示間 買不到這樣的價錢的話 沒有啦 我剛剛其實有稍微問一下 就假裝我是客人 如果打電話去問一下 我覺得通常比較成熟一點的產品 配備上面也比較滿 然後它的價格的議價空間也比較大 那更何況呢 它又是屬於豪華品牌的BMW 然後剛才我們有講到說 它下面其實還有更多的 可以容納的一些空間 你連那種 比如說登機箱啊 什麼那些東西 全部都可以放進去 好 我們坐進第二排 以它的軸距2670的狀況 不到2米7來說的話 它算是屬於比較中小型的休旅車 可是它的車場也不到4米5嘛 但我坐在後面 身高168公分 哇 這個頭部的空間好 加上呢 它的全景天窗 這麼大的面積呢 它是標準配備 20i 它是標準配備 可是18i它就沒有全景天窗了 所以在頭部的空間表現非常非常的棒 大家應該透過畫面就可以看得到 然後我的西部空間的表現 也不錯 兩個拳頭以上 加上後面其實有這個冷氣出風口 喔 還有兩個 Type-C的充電 你看 太棒了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充電孔 這個好重要喔 好 再來呢 通常小型的休旅車的話 可能也許你在座椅的調整上面 也比較不太行 但是 X1它可以喔 你看 有這麼大的空間 它有13公分的前後座椅的調整 所以如果你是 譬如說你有寶寶 然後要坐在後面 做兒童安全座椅 契座的話呢 就是它可以稍微推進一點點啊 然後可能比較好照顧啦 或什麼可以做調整 然後或者是你後面 要放更多的行李的時候 它也有這樣子的空間 可以讓你來做調整 它的另外一隻手在這裡耶 是短短的手 而且它的手還剝掉了 中間這邊剝掉了 裡面有個東西耶 哇 我自己都在想笑 居然送我們的禮物耶 怎麼會有這個行車紀錄器 而且它是前後都有鏡頭的喔 之前啊 像家瑋哥他車上裝的 就是那個Type R他試的那台車 車上就是裝了這一組的行車紀錄器 那因為他的車尾被追撞嘛 這時候他就可以透過手機 直接把影片呢 download下來 然後提供給警方作為參考 那要怎麼樣得到這一組 前後鏡頭的行車紀錄器 Garmin呢 將近萬元 就是今天我們來到的巨人之首對不對 算是一個秘境 因為很少人開車上來 那我們也希望說 全台灣觀眾朋友們 可以跟我們分享 你知道的什麼樣的秘境 最好是車可以到達的 可是如果說 車真的不能開到那個秘境的話 也許可能停在某個地方 然後我們可以走路到達的地方也可以 如果說我們覺得說 你分享的這個秘境跟攻略 我們覺得很不錯的話 這一組就送給你 前後的行車紀錄器 好啦 那巨人謝謝你的禮物喔 我就把它帶回去囉 今天一整天帶著X1呢 上山沒有下海 但是給它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啊 果然X1真的沒有讓我失望 因為我覺得BMW 喜歡BMW的人 本來就是喜歡它的操控啦 你看它這種爛路啊 你就可以感受到 如果真的這個底盤啊 它的支撐性不夠好的話 那就完了 回去之後你可能 一般的底盤 如果沒有做得很好的話 你回去之後 你可能這台車 哇 那可能幾年之後 就會覺得00333的 那以X1的話 20i它搭載的是 2.0升四缸的 Twin Power Turbo的引擎 所以它最大的馬力 可以到192匹 那扭力的部分 它在很低速 1350轉的時候 可以達到28.6公斤米 所以其實它低速的時候 它的扭力表現非常好 搭配了 我覺得我非常喜歡的 Steptronic 這個7速的自手排的變速系統 所以它換檔的邏輯非常的好 而且在很低速的時候 你其實不會有那種 所謂的Turbo Leg的感覺 BMW一直開起來 我都覺得 它除了給你很豐沛的動力之外 即使是0 這一款比較入門的休旅車 那我覺得它的車身的高度 還有尺碼合一 所以你還是能夠享受得到 操控的樂趣 尤其是它有一些 轉向的輔助系統 會讓你覺得 在過彎的時候 你會很有信心 但是我覺得 它在高速公路 尤其是高速的時候 我覺得風切聲有稍微大一點點 好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輪胎的胎噪聲 我覺得是比較大聲的 如果你很在意車內的寧靜度 你可能就是買了X1之後 你要把這個吃壓續跑胎換掉 然後換成一般比較舒適型的胎 或者是休旅胎 可能對於車內的寧靜度 會比較加分一些 好喔 要哪一個 我又要採錢 你們自己這邊種的是不是 對 這邊是不是盛產葡萄啊 對 葡萄跟梨子 謝謝 好 那如果說大家跟我們一樣啊 想要來採一些人間秘境的話 就是如果你們這次要來找這個巨人之手 那記得在這條路上面 因為有石虎出沒 那請大家開車的時候 記得速度一定要放慢 它最高的速限是60啦 好 所以要注意啦 那我們就晚餐吃葡萄囉 走吧